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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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术研究极度用脑,导致严重的失眠体力不支,所以呢向校长蔡元培提出了辞呈 不过呢,学者艾凯通过对梁树明的研究认为,梁树明之所以辞职 一是觉得自己一天大学都没上,对佛学的专业术语也不够了解,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教授 二是呢,他受不了学术界的条条框框,骨子里呢不想坐在书房里搞纸上谈兵的所谓研究 那他喜欢干什么呢? 梁树明辞职以后,开始着手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其实梁树明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最佳方案就是乡村建设 梁树明把他的教学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实验上 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提出了乡治这个思路 有了这个思路之后呢,梁树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一九三七年这段时间 在广东、河南、山东等省份的农村主持乡村建设 他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措施来建立一个以相约和相俗为基础的自治组织 梁树明说,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 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争洁在于文化的倒退 他想以振兴和回归儒家文化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他为什么这么忠实农村建设呢? 梁树明认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 没有政治的政治 国家权力呢,是收起来不用的 政治是消极无为 他甚至认为中国不仅缺少革命力量 也没有革命的对象 所以梁树明认定 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 只能从下面做起 从社会运动做起 最直接的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那他是怎样做的呢? 梁树明亲自到农村搞实验 他觉得当时的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是照搬苏联的模式 这种做法对中国来说行不通 他认为政府要以民生为基础 而要找到民族的出路呢 只能从自己的社会来找 梁树明认为 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 老中国的优点要保留 同时呢 西方社会的优点也要吸取 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他们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吸到中国来 其他的方面呢 还是要尊重中国古老的社会风行 他挺有想法的 确实是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朋友 当时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李继深 李继深听完了非常的支持 而且还邀请梁树明到广东去搞这个乡村实验 1928年梁树明开始在广州做乡制实验 他以办训练班的形式培训农村的工作人员 还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的编练委员会做演讲 传播他的乡制思想 梁树明举办了多次演讲 题目就叫相智实讲 内容呢也是涉及相智的意义办法等等 可惜呢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 李继深在政治上也开始失利 就这样呢梁树明开始没多久的 实验就被迫结束了 1929年初梁树明离开广州北上 沿途考察了各地农村的情况 并写下了论文 北游所见济略 真是出事不利啊 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还会继续下去吗 梁树明回到北京以后 遇到几个朋友在推行村制 他们在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 创办了村制月刊 并在河南创办村制学院 他们邀请梁树明一起参与 梁树明非常高兴 立即答应接办村制月刊 而且呢还担任正在筹办的 河南村制学院的教长 梁树明写的北游所见济略 后来呢也发表在了村制月刊上 还真有志同道合的人啊 梁树明到河南后 担起了村制学院的筹建工作 他首先起草了 河南村制学院议去书 盖树学院的宗旨 1929年底 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员 大概有400人左右 结果又不巧 正赶上军阀 开始在中原地区大混战 这批学员呢 学了不到一年 就草草的结束了 这之后呢 梁树明只好又回到了北京 看来要搞乡村建设 还真是不容易啊 梁树明在河南 办村制学院的时候呢 认识了冯玉祥的部下 韩富举 后来中原军阀混战 两个人呢 也是各奔东西 1930年9月 蒋介石任命韩富举 做了山东省的政府主席 韩富举希望山东的农村 有所改变 邀请当初在河南 办村制学院的原班人马到山东 搞乡村建设 总算有地方可以实践吧 是 1931年呢 梁树明团队在山东 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 研究院分为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乡村建设研究院 另外一部分是乡村服务训练部 第三个是乡村建设实验区 外加一个农场 终于搞起来了 是 当时呢 山东邹平县 就是乡村研究院的试验区 经过山东省政府的同意 这个县的全部事务 全权由研究院管理 包括县长人选 也由研究院提名 省政府呢 按照提名来任命 县政府的机构设置 还有行政区划等等 全省很大呀 没错 梁树明呢 和他的乡村建设研究院 在当地办学 邀请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 所以当时呢 好多农民的孩子 也都能上学了 当然了 不收学费呢 也造成了 当时学校经费的紧张问题 成绩这样下去 恐怕不行吧 资金确实有点吃紧 不过呢 老百姓的经济状况 确实有了改变 乡村建设研究院 从发展生产入手 帮助农民改良棉花种子 使邹平县这个产棉区 变得更加的高产 他们向农民推广小麦 和畜秦优良品种 努力的发展生产 此外呢 还带领农民植树造林 疏通河道 办卫生院 修缮庙宇 研殿 改建教堂废弃的房子 还加盖了百余间平房 礼堂等等 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这些变化呢 都是梁树明的 乡村建设设想 所希望实现的 看来梁树明的 乡村建设实验 成功有望啊 是啊 可以说呢 梁树明在乡村建设 实验中所做的一切 都是用佛家的慈悲心态在做 他曾经做了一个演讲 题目叫 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 下面你看 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 梁树明是一边虔诚的信佛 一边来做乡村建设 嗯 确实是 他说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 在现在的世界 在现在的中国 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 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 所牵动 所激发 离开了友朋 抛弃了亲属 向和尚到庙里去一般 到此地来 因为此事太大 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 我一切都无有了 只有这件事 他真的舍弃自己的一切了 1933年 梁培宽 梁培树 跟着母亲也来到邹平定居 不幸的是呢 1935年 梁树明的妻子 因为难产 在山东邹平去世 梁树明在 道王室黄敬贤夫人中 这样回忆这段生活 我自得敬贤 又生了两个孩子 所谓人伦世家之乐 家人父子之亲 颇认识这味道 对妻子的去世呢 梁树明感到非常哀痛 他说 现在敬贤一死 家像是破了 宙师所亲爱相依的人 呜呼 我怎能不痛呀 我怎能不痛呀 唉 尽管梁树明和黄敬贤 在一起没有什么共同志向 交流也很少 但是呢 善良的黄敬贤 对梁树明和孩子们 无微不至的关怀 使得两人之间 逐渐的产生了 越来越浓厚的亲情 人到中连 失去伴侣 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梁树明后来怎么样了呢 梁树明继续干他的乡村建设工作 当然了 这件事情做起来却是非常的难 阻力也是很大 梁树明的儿子梁培树 后来回忆说 在山东乡村建设院 有两派人 一个是河南派 一个是支持父亲梁树明的 河南派实干起家 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 他们总是想乡村建设 就应该把农民武装起来 把土豪干掉 这样啊 后来梁树明跟毛泽东说起这事 毛对梁树明说 你这条路根本没走对 你要用土改 他就动了 最容易使一个人感兴趣 在行动上起作用的 是经济力量 是利益 后来呢 共产党在农村 就以斗争的方式实行了土改 很快呢 共产党这个公社集体化 轻而易举的 就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走了 碰上毛泽东这样的人 中国农民太可怜了 就是啊 不久呢 日军侵略中国 国内也是陷入了一片混乱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校长 被老百姓枪杀了 梁树明的乡村建设 是彻底办不下去了 以失败告终 梁树明带着巨大的遗憾 离开了山东 梁树明的乡村建设 再次遭受挫折 他的人生道路该何去何从呢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 就为您讲述到这边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近代中国第一大儒家 梁树明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